又回到我們今晚基基他 我是阿澤 我是Henry 我們又開咪了 為何你笑得這麼開心呢? 沒有,看到你突然這麼認真的樣子 其實這次有第二次錄的這一集 因為這集我們講一些比較資訊性的東西 主要是Henry說的 其實本身也是想說一下 但我看他講一下很認真 不如不好了,不如錄一集正經的 真的認真地做 這些資訊性的東西,不如你講一講 正經我突然在講夠的東西 在講紫荊黨 在講紫荊黨,搞得你打了叉 很無謂的,不如不 所以正經開一集,讓Henry說一些關於移民的東西 因為他本身有心想離開香港移民 去其他地方發展 這方面我沒有什麼研究 因為我沒有想移民的 我沒有想走的 所以就讓他多說一些 如果有些網友有興趣聽移民的資訊 可以聽Henry說一下他的分享 有時可能有些資訊上說錯了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最重要是大家自己要確認 這個當作是心得也好 或者你的想法 因為你也說 你的聽眾的年齡分佈比較廣 可能有些兄弟手足 可能會在留意這方面 大家可能會交流一下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說我這樣 我這樣分佈不走 或者這樣 其實我身邊很多朋友都是真的想走 不要說以前小時候認識的那些 那些走不了的那些 那些走了 那些 去緬甸等打把 減棚寨死了 在泰國阿朗 阿朗 阿朗 那個不是我的朋友 那個阿朗是我的襯 阿餅 阿朗 阿朗 雲木雕 他不知道 阿朗 傻乞嗎 小時候出來玩 不知道 不要說以前小時候認識的那些 去到我大學的朋友 或者後來做事 即是正經人 或者一些出來做事 總之都是YouGrad 或者可能叫做這些人 其實很多都是 在討論走不走 特別是一些真的賺到錢的人 我認識一些朋友 可能他們做Big Four 做會計 Big Four 以前我坐牢的時候 有四個人 是給整個奏杯 就是那些囚犯都背負這四個人 然後人們就改了這四個人 做Big Four 為什麼你老毛 好可惡 然後我聽到Big Four 就在那邊笑 所以為什麼你老毛 然後 打了叉 或者可能讀MASTER 很多時候都會談 會不會走 即是 大家都看到香港 那個前景 大家就不是太樂觀 社會的轉變 不要說樂不樂觀 就是看到社會的轉變 會令到那些人 我認識的一個人 他的工作是要出入領事館的 本身是運一些東西 運一些身體上面的東西 不是木雕 運一些身體上面的東西 涉及到一件事 就是以前跟領事溝通的時候 很多文件上面的東西 其實大家都要做 但就不是那麼緊 但現在自從是 立了偉大的國安大法之後 那就是緊了一點 好像葵花寶典 不是他有型的 所以就看到那個憂慮 大家有憂慮也不奇怪 人各有智 如果你想留下來的 例如我那樣 想留下來的 那就留下來 你說你想走的 你想想想怎樣走 或者走去哪裡 怎樣發展 現在正經說這些 現在主流 我想大家 無論我們剛才讀書 我們這一個 比較年輕一點 就可能會想走加拿大 跟家人走就走英國 其實主要是兩個地方 因為大家主要是跟五眼聯盟 你不要亂說 跟五眼聯盟說清楚一點 因為五眼聯盟 他們有屠新門給別人 不要這麼難聽 屠新門 有一個機會被別人發展 什麼屠新門 這麼難聽 那我不走就怎樣 我不亂屠新的 你不要亂屠新的 你不要亂屠新的 這些人是不是人呢 屠新的 那...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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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們說要逆境一點 叫方舟計劃 哈哈哈哈 不如方舟計劃啊 羅亞方舟 人民計劃可以嗎 因為... 因為... 方舟... 五眼聯盟 五眼聯盟就是加拿大 英國 美國 新西蘭 澳洲 那... 我石頭 摘自己的腳 哈哈 美國就沒有特別說去 因為美國是說會處理難民 難民就沒有說真的特別開一條路給我們過去 除非你說你出去 對... 對... 那你難民的 那你就可以去美國 新西蘭 新西蘭沒有公佈 新西蘭 新西蘭就沒有特別有什麼政策給大家走 新西蘭是不是拍魔界那裡 我不知道 因為新西蘭本身人很少 不... 地很少 總之他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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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容納不了太多人 所以新西蘭就沒有 那... 澳洲就... 澳洲就... 只是給一些本身 拿簽證在那邊的人 那就幫他延長他的簽證 例如你本身是學生的 例如你在那邊是Fucking Holiday 對... Fucking Holiday 好像是沒有的 他主要是學生和公佈 他本身有三個簽證 那有一個簽證已經取消了 只有工作和學生 那你本身的簽證是在那邊 因為你本身其實... 譬如你讀書或者做事 那你本身在那個地方讀書做事 其實你也是可以... 理論上... 繼續在那個地方拿簽證 可能做了幾年 你就可以申請拿永久居留 再申請入籍 那就是幫你延長了的簽證 那就方便一點給你... 叫做留在那邊 那就... 加快入籍申請 澳洲 那就不是說我們本身... 跟澳洲沒有關係的人過去 那譬如我現在想過去 澳洲過不了 那我想... 那如果譬如我那樣 有些濕酒親戚在澳洲 那我有沒有辦法過去呢 他可以幫你整... 工作簽證 應該是他們那邊做生意 是啊 那就好像阿... 阿... 阿... 你老友 是啊 阿康 那就是他... 因為他有親戚在英國的 那就幫他搞工作簽證 那過去 那就做了一段時間 就是他請我那樣 是啊 那因為你工作簽證還工作簽證 永久居留就是永久居留 或者一個長期的居留 那這是不同的 那你就要由工作簽證 轉去一個有身份 一個永久居留 然後再轉去入籍 那就有這樣的步驟 哦 那譬如你澳洲的親戚 那他都可以幫你這樣做 哦 其實我也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我真的不打算走 但因為澳洲的移民政策是比較嚴重的 是 比較嚴重的 就是英文的要考藝術 那些 我不用想 我真的沒有想過 你看著那個考官 你就說 Fuck you Fuck you too I go to school by bus Fuck you too my friend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 這個年齡層都是去不了的 因為他們只照顧18歲 我剛才說過 我父母有BNO 他都不可以帶我去的 你是好像過不了 如果我沒有記住 因為我記得之前說 所以18歲以下可以帶 我問一下 我做節目問 我又不是想 他怕有人配偶 加子女 但是18歲以下 所以我們這些正常 所以人家說 加拿大另外開國是專門修煉青人的 其實加拿大那條路 是相對比較容易走 或者相對有一個步驟 比較清楚清晰一點 看看你本身那個年齡層 或者你的家庭背景 就是這樣說 譬如你打算去英國 你又未夠18歲 而你父母又有BNO的話 那其實就OK的了 就過了去的 你未夠18歲就過了去的 因為你是一個家庭這樣過去的 但你說如果不是的 譬如你過了18歲 一志工 但是你又沒有BNO 那你父母又有BNO也沒有用 那你就要去加拿大 或者好像我們這些 譬如我們已經是大學畢業的 就可以直接去申請工作簽證 做三年事 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或者你現在過去加拿大讀書 讀完直接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明白明白 這樣就 他叫做開了不同的路 去給一些不同背景的人過去 因為始終 你很難得一個國家照顧所有人 明白 我當然也知道 所以就說 有分別的 因為你剛才說英國的 我也是不太清楚 因為英國是1月31日才開始 因為本身BNO這個護照 只是一個旅遊簽證 譬如你說想移民到英國 其實你也是要跟回一些 原本以前的路去走 跟其他國家移民到英國是一樣的 例如你要投資移民 可能你要拿到一些工作簽證 做到一段時間 就像我朋友阿康一樣 可能做夠幾年的 應該也都是 我不肯定我不敢這麼說 做到一段時間 你就可能申請看 可不可以拿到居留權 因為BNO本身是一個 在英國方面來看 就是一個旅遊簽證 他只可以拿出BNO簽證 進去英國半年 但是這半年你也是不可以工作 不可以有一個權利去居住 因為你是旅客 他現在就是讓你拿著BNO 你可以直接在英國居留 有權利去讀書做事 你就做夠五年 然後就可以申請入籍 即是有一條路 有一條路讓你成為英國的公民 因為你現在可以直接入籍 例如加拿大也是讓你直接入籍的 澳洲也是讓你入籍的 即是他們開了這些逃生門 沒有說逃生門 即是這些 方舟 對 這些方舟 說什麼話 他是讓你離開這個地方 即是讓你真正正成為另一個國家的公民 OK 而不是說你可不可以讓你住一個地方 他不是的 他是直接讓你融入他國家 成為他國家的一部份 那台灣呢 台灣就 我相信大家對台灣也有一個興趣 畢竟台灣也是比較接近 起碼大家都是寫梵體字 是否可以溝通到 我想有的選擇大家都會 比較喜歡在亞洲國家 吃東西也比較適合 文化相近 我又找到他 即是文化相近 大家用的語言 各方面都會比較接近 容易去融入那個地方 始終歐美國家 文化相差很遠 但台灣有關心 我覺得你要去台灣 其實不是說真的那麼困難 但你就是要想他那個 很多東西 經濟 他的國際關係 或者可能未來他的政權的穩定性 政權那件事是比較擔心的 或者是比較憂慮 你會見到他 譬如最近很多不同的飛機 在他零空飛來飛去 很多風在那邊操作 大家都擔心 雖然經常說 屌你老母只有一個港字 但也會害怕 是正常的 即是擦槍走火 沒有人知道多少 我也擔心過有些兄弟 他們在台灣 我也擔心他們 你去台灣 台灣他沒有特別說 就香港的社會變動 而去另外開一些特別的門 給我們 他只是說他會 即是你可以在那裡住住 他只是說會加快處理 但他讓你在那裡住 讓你在那裡工作 看看你是拿什麼簽證 譬如正常渠道 我們這些人 譬如我們這些人 身家清白的 過去工作 過去讀書 就拿簽證 讀書做事 一段時間之後 就嘗試一下 申請居留 申請居留 然後入職 其實各個加一樣 基本上是移民政策 原本都是這樣的 即是他沒有特別去說 一是香港人 人道關係 或是怎樣 我就特地說 你現在不用這樣了 我可以保證你 例如是做兩年三年 直接給你居留 他沒有這樣 他沒有特別開一條路 讓你更加容易成為他的國民 因為好像我剛才說 五眼聯盟的國家 他的路 是令你更加快 去融入他們 成為他的國民 如果這樣說 其實加拿大 是比較 那個感覺上 剛剛聽你說的 這幾個國家 英國、加拿大 澳洲、台灣 其實加拿大 那個感覺上 我聽下去 起碼是在步驟上 做得比較 起碼是有條路 讓你看到 他是很進取的 他是加拿大 因為本身加拿大 他是每一年 有一個很大的 去收入 他是說 例如未來三年 他是想收120萬人 不只是香港 因為他 一些人都說 加拿大移民政策 是很開放的 因為他太大了 人少 他本身是每一年 都要跑個數 來移民的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 移民去加拿大 例如去一些偏僻的省 很容易移民多 就算沒有 香港的社會變動 加上現在 你就見到 更加容易 讓我們香港人 可以走到過去 那你就可以 更加快 更加容易 進入職 因為大家在說 最重要就是進入職 如果我走過去 大哥住十年八載 你那家沒有身份 那我去罷了 那如果 我聽你這樣說 其實你已經決定了 大約去加拿大 那個傾向是比較多的 你自己可以傾向去加拿大 其實你沒有選擇 那你又沒有BNO 你只能去加拿大 因為你不去台灣 你只能去加拿大 如果我聽你這樣說 其實如果 台灣一定不會選擇 因為本身台灣 難聽說話就無謂說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明白 台灣我真的不會去的 而且台灣現在的移民收緊了很多 一來他防供碟 不應該這樣說 總之防一些外國勢力的滲透 而且你看他 因為他原本有投資移民 拿一塊錢過去 拿六百萬台幣 過去做幾年生意 那你就可以入職 但是他今年 就是近年 今年開始 應該說是去年 今年還是今年 今年是收緊了 因為他就說很多人 拿一塊錢去 純粹放在那裡 根本就沒有創造一些 就業機會給台灣人 根本就沒有產生一些 經濟的價值出來 純粹為那個護照 為那個國籍 所以台灣就收緊了 移民局 反而收緊了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 一來 地緣政治問題 二來就是 你那個門檻高了 所以那些人就會 那沒辦法 你就去英美 英美奧紐 加拿大 這些地方 不唯有是這樣 因為他也是這樣 因為你其實 不是道理假 很多時候 你是看哪條路可以讓你走 那條路可以讓你走 那條路可以走到 難道你爬過就爬不到 那你就要走其他路 還有你最主要的擔心 就是前景的問題 所以我都覺得 涉及到政權的問題 到最後 譬如你香港人 因為如果你說 不要說你 你我不知道 有些人走的原因 是涉及到政權的 然後你去到台灣 吵你老母子又來 吵你老母子 那是想不想通 那就是不要說 跌不跌的問題 或者共不共跌的問題 我們都最擔心 如果我過去 剛剛好都搞定了 吵你老母子 又來 又來 我吵你老母子 又來 很難說的 就是 排除不了這個可能性 譬如你走到加拿大 不要這樣說 譬如有把刀在頭上 你不要看你會不會閘下來 吵你老母子都會害怕 反正都是 那當然是去遠一點 你見到的可能性 例如你走到台灣 你可能會看到那支國旗換 但你走到加拿大 就英國 不要說那支國旗換 吵你老母 你見到那些 吵家產 在那裡 你都不敢去 是不是 我不會歧視我的同胞 不是 歧視同胞 有些真的很煩 不過不是 其實走到這麼遠 也是有的 是啊 不是 加拿大很多 加拿大那些 那些 大樓 那些大樓 那些大樓 超級多 所以 那些人都說 就算你走到加拿大 但你起碼不用擔心 那些政權會 當然啦 你在香港就是 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會成為了那些小部分人 不用理會了 也不可以害怕 你的感覺如何呢 一開始 你走到鋼線那裡 你會覺得 啊 你老母 就是 會不會跌 很害怕 但你走得來 你會覺得 其實跌下去也沒有什麼 是吧 敗不了一死 不是一死 那沒有什麼 沒事 沒事的 不會跌下去的 沒事的 國安法只是針對很少數的人 不是國不國安法 關國安法什麼事 國安法都沒有 你現在還在說話 我看到啤梨哥都沒有查 對 啤梨哥都沒有事 沒事的 蘋果都沒有被人查 沒事的 沒事的 隨便吧 這些廢話 我都覺得浪費了 有時候在想這些 我都覺得浪費了 都是說一些 為何你會想到沒有美女的事 譬如 很多人都會在香港賣樓 走過去英國 那其實呢 香港有一層樓 那層樓 可能八百萬 還有一百萬 很正常 你一家人 等著子女 有樓 可能你賣米資產過去 那層樓都沒有賣樓 買樓真的很便宜 當然要看你住在哪裏 但是成接力 那樣東西是不同的 當然啦 樓價低 但交投也沒有太旺盛 當然 怕不怕沒有人接 我都要看城市 譬如在倫敦 或者比較多人去萬次斯特 大風而已 屌樓樓樓 屌樓樓 國安立刻過來敲門 不會按鈕 放上網 敲門 你不是說什麼 你只是說錯了兩句 荒州 屠生門 這些大城市就會 不是的 我讓我繼續再說 剛才提及的 污山門 其實就是 其實是空氣差 香港那邊的空氣更好 因為霧脈也更厲害 有時也會 很臭 有些汎 大塵 其實 我們都少講這些 太久了 乎到走什麼 隨便喜歡 但正如說 譬如你住在曼徹斯特,你住在倫敦當然成本高 譬如去曼徹斯特,有八二三萬 買一間叫Terence House的牌屋,八二三萬港幣,兩層 然後有三間房間,下面住的廳大那些屋 八幾萬港幣,說真的有沒有人接這麼多所謂,八幾萬 明白 那邊就是,我和一些在英國的朋友聊天 我當時就說,我也有看過一些房子上網 因為我當時想過,想辦法去英國還是加拿大 我當時就直接去英國買房子 我和那邊的朋友聊過,便宜到這樣 說得萬成也算是大城市 還說八幾萬,近市中心 你不可以用香港的眼光去看那些房子 他在說,買一間這樣的房子,八二三萬 可能有些東西要收拾一下 很便宜,租還便宜 可能五千港幣已經租到了 五千港幣,兩層 很誇張 但那邊人工和香港一樣 即是說平均人工,扣稅之後 看看吧,我也不知道 但有個問題就是你始終的文化 語言這些 語言即是激一點 不然你英文都應該可以的 但始終不同的 但你那樣東西不同 很難聊天 真真正正的事 我們有什麼聊天聊不到 我那一天在歐洲也是 不懂外國人 但會不會談得很深刻呢 永遠交不透心 或者說吃甚麼啊,去哪玩 以前就是坐牢那些越南仔 像一同同一個朋友坐牢 其實我還說兩句 我都不想知道你在說什麼話 談不出 談得不會失陰 交不出失陰 始終是不同人種不同文化 真的非我族類 冷靜一點 你不要說這麼極端 真的不知道 這樣說 如果你從小到大都在那邊的話 這樣就OK 想法都不同 大家的想法是不同的 你不會跟他爭吼他 大屑 你不會跟他談很多心事 變得很難認識到真真正正的朋友 還有你始終不是說廣東話 廣東話始終是我們自己語言 文化又不同 吃東西吧 你去那邊每次都吃炸魚薯條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你在王國 我跟他嘗嘗阿拉伯餐 你在吵架我 我真的很難吃 我吃得很害怕 但你知道最慘的是什麼嗎? 就是你外國就吃那些東西 很慘 當然不是只吃那些 但... 因為那些東西是便宜的嘛 便宜的那些 便宜的那些 開到真正的鞋子 有時候你家附近 沒有東西吃就吃那些的啦 那樣很慘的嘛 對不對 那你又想著走那個屌女現在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嗎? 投靠加入 加入 加入你 屌女有沒有差不多了 然後回香港 說了一些關於一些移民的想法 Henry的 我看會不會對大家有一點幫助 差不多了 這些題目我真的不太懂得說 只是交給Henry發揮 不同的 因為我人不學無術一點 那些資訊性一點的東西 因為... 你沒有研究而已 反正我也不會突然研究你 就看外星人報 就看深層政府 就是有專攻而已 但我也沒有在節目中說這些 因為我也覺得太冷靜了 雖然我好想相信這一套東西 我是信任了 我是信任邪教的那一部分 信任外星人那一部分 但是太冷靜了 太冷靜了 我覺得值得思考一下 這個世界 這麼精神 會不會真的偶然間自然產生 突然跳得這麼冷靜 剛才說了一些正路的疑問 說一說喊不喊 說這些深層政府 都有人會扶著 扶著這傢伙 就是你要真是... 那你解釋一下 瑜伽大爆炸是怎樣的 這樣有解釋而已 這個世界不是所有的答案 對 很多東西很奇怪 為何會這麼偶然 產生到這麼原味的世界 你不要再說你的陰謀論 你的邏輯不夠延密 我會覺得奇怪 人們會覺得科學未解釋到 那麼慢慢的人會賤到 沒有也並沒有找到 礙方是無法延遲的 欸...不知 這些是陰謀論 這值得思考 陰謀論? 所以我明白 這麼多科學家 做一做下去就會信耶穌 是嗎? 是啊 是否正常有的? 真的呀 有很多科學家信耶穌嗎? 不是 很多都是做一做下去就信耶穌 不一定是耶穌做的 可以是其他人做的 那耶穌才能量的比較大的 即是你說他研究科學 研究的途中信了某一個神 為何要信耶穌呢?我真的不明白 耶穌最研究,最搭馬 說很多都是上一個世代的事情 上一個世代你也知道教徒力量很強大的 你不相信他相信誰可以 那行,明白,現在也很強大的 對,待會我就是商務買一本書回來 他們現在也很強大的 他們也是很厲害的 他們是無神論者 但舉頭三尺有神明 他在說教廷,對媽媽 他無神論者,然後說舉頭三尺有神明 那是怎樣啊?大哥 不是啊,在說教廷 到底有沒有神啊? 教廷是很厲害的 我們那些神父、修女很熱愛小朋友 他說不知走多少里山路不換肩 他們是很厲害的 他們是很厲害的 他們是說教廷那些 很喜歡小朋友 那些很厲害的年輕人 很喜歡熱愛小朋友 這樣就差不多了 沒什麼特別了 明天就三一號了 對 你這段影片想要幾時放嗎? 不知也有空放 你當然明天都說了三一號 不要緊的 我猜了,三一號之後放了一個問題 你今天會有影片出嗎? 有啊 明天出吧 撞車 哦,是誰啊? 柳總剛啊 撞車 希望明年大家順順利利 賺多點錢 身體健康 不要被人 不要被人說 有什麼特別的事 不要惹到麻煩的病痛 不要吃蝙蝠 不要吃蝙蝠 小心肺炎 這樣 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各位網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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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